你搞到最後一群无能的 所谓的政府的官员 为了图利今天绿油油的厂商 最后搞出了巴西过其弹 还搞出了 而且还有农业部 堂堂农业部 堂堂续产会 供法人直接下令厂商 改标 你这当人民是笨蛋吗 人民也不笨 今天民众对于这种 所谓鸡蛋习产地 然后呢 而且政府带头做了 还有包括美租习产地 已经是愤怒到 连我去到疫苗施打场所 都有民众直接质疑说 你结果给我挂国光疫苗 你是不是用高端来混习产地 高端会不会是变成国光疫苗 骗我们 我认为不至于 我都没办法解释 我想帮民进党政府解释 我都解释不出口 因为你就一直在干这种事情 人民对你基本上 没有信任感可言